我應該從何雪起 我真的不知道從何雪起 從賠樂雪起 賠樂?沒有留意 沒有 沒有呀 這是很早期的 開球前拜登是很熱的 4號8點 就是在開箱 開就有一點點粉紅 一點點呀 一點藍也沒有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樣繼續說下去 然後就佛紅 其實應該這樣說 你一直看過程 其實那個叮噹碼頭 在整天不斷 我看你們傳出來的圖也好 我上網看的新聞也好 他所顯示的比例都叮噹碼頭 但是民調就不是這樣說 我看到另外一些報道 我沒有記錄下那些 他就說有些地方 都還沒點完票 但是他計算了拜登贏 這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傳媒的離譜的編頗 程度是去到這樣 那天我和我女兒一起看 我女兒還沒上學 我看的時候 我女兒知道誰是Donald Trump和Joe Biden 我兒子也知道誰是特朗普 我女兒說這個是不是Joe Biden Donald Trump好一點好一點 他比較紅色 因為他喜歡紅色 你女兒不要認得Hunter Biden 要認住Hunter Biden 要電到他掉頭走 然後我看CNN的 因為我家裡有CNN 我看到Donald Trump領先的時候 早期領先的時候 他怎樣把這件事扭轉 不是這樣 現在全部都還沒點完 然後當Joe Biden有些贏了那些 就不停地趨勢 我覺得他們正似肥佬禮 正似肥佬禮 正似肥佬禮 偏領做得Hunter 你看人家偏領偏領 偏領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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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需要說什麼傳媒責任 什麼第四拳 什麼道德操守 什麼都不用說 什麼都不說 很厲害 我一邊看的時候 他開票 我看CNN一邊開票一邊說 跟他本身的民調相差實在太遠了 因為本身民調 好像領先8% 不止十幾% 說Joe Biden贏定 但是開票出來 大家叮噹碼頭 有些搖擺州份 Swing Day Donald Trump也是贏 但是這個情況 就是民調和實質的結果 有個嚴重的 我用落差 可以嗎 都可以的 這個跟我們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的情況很相似 甚至乎跟上一屆的美國大選 都是相類近 因為上屆希拉莉也是大幅領先 結果Donald Trump贏了 對 因為從這兩次開始 你會知道 即使香港也好 你會知道 誰贏也好 Donald Trump贏也好 Joe Biden贏也好 他們誰贏也好 但輸的一定是民調機構 是 公信力當然無寸 我覺得未必是關於民調機構的事 我覺得是受訪的民眾 受訪的民眾 如果不說真話 民調也沒有用 也是 如果他們 那時候我們都說 如果民調機構在票站門外問你 你投給我當然要問 民見聯 就是一樣的 只要有部分人這樣做的時候 你這個調查根本就是多 其實我這些民調方便了賠儡公司 即是那些博彩公司開賭盤 他就可以因應民調來開賠儡公司 不過我相信他們不會因應民調去開賠儡公司 其實這些賠儡公司 因應什麼 哪邊的駐馬多 哪邊的駐馬多 那賠儡公司就自然會下跌 所以看到民調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 我想大家都開始不相信民調 除了我們傳媒稍後再說 這個民調大家應該都不相信香港也好 不論你是 香港的那個更加過分 你見之前民主派做的那個 他留不留任那個民調 所以有一件事就是 當你不相信的時候 其實林鄭月娥都可以不相信 她就說其實我的民望不是那麼差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大家都一樣 民調機構已經開始破產 所以她都可以這樣說 她都不會相信這些民調 還有我覺得 那個民調 我覺得你可以怎樣反應到 其實你就是看那個 搜集出來的結果 極不極端 例如你說受歡迎程度 我覺得如果那個數字 是出現到一個很極端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民調可以丟 因為其實你反應到那個 其實你是沒什麼理智的 還有你做了一串 還有你的選舉 但你選舉的民調 你會有些不同 因為你選舉的民調 那你一是一 一是二 我就四成拜登 五六成特朗普 其實不止一和二 有五個 是有五個 是有五個 有Kiley West 有Kiley West 有1% 有一個叫Jojo 還有一個叫 他戒票 Hawkins 有一個叫Hawkins 被特朗普支持者說他戒票 誰 Kiley West 他有1% 每個州都輸 就是那個1% 很可憐 沒有什麼 戒票機 如果拜登輸的話 都可以罵Kiley West 都是 他沒辦法 Kiley West說四年後再出來選 他不是鄭家虎 美國鄭家虎 美國鄭家虎 我就一直看你們CAP的圖 都爭論得很緊 其實我開頭的時候 我不是看得很明白這些圖 哦 這些圖是比較容易明白的 我又覺得 不是啊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一直看你的圖 其實我一直在看電視直播 是 為什麼那些數字 全部都不同 我每個台禁 Fox又不同 我有傳過一堆是不同 同一時間 但是不同時間 所以剛剛John一開始說的 就是 當票還沒開完 譬如當CNN 已經宣佈了那個州 拜登贏了 所以變成CNN 是計算了那個州 是拜登贏了 Fox又沒有卡 Fox又沒有卡 所以變成就是有這個出入 但是又很特別 我覺得很有趣 你不見美國會有一個 類似選管會的物體出現 去統籌這些票 其實有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他是聯邦制 他每個州政府都是自己運作 所以沒有人 其實他們投票的情況很特別 就是香港要拿身份證 因為他怕 因為美國拿身份證要錢 他怕有些在美國人住的人 就沒有錢去拿身份證 所以就用駕駛執照 加地址證明 沒有 不用 駕駛執照 因為駕駛執照很便宜 去投票 那些人都要駕駛執照 那邊 我又覺得變成一樣東西了 我覺得 我又變成一樣東西了 我覺得美國這個情況 大家就可以 變成一個縮世版的聯合國 或者是世衛組織 會投入不知道什麼人出來 因為太多 太多 亞非拉國家已經佔了三分二 那你一定是投入亞非拉的人 所以 美國初時這麼反對 聯合國和世衛組織 是用這種全民普選的方法去選主席 我覺得美國就變成這樣東西了 香港也是 香港廢老票很多 基本上你拿廢老票 只有廢老票只有天下 你拿到這些廢老票 廢老票是什麼 廢老票就是不時生產 年紀大 什麼都不懂 老人痴呆 被人推去投票 那些 但是有他們這些票 就左右住 本身 好像我們這些 應該要 覺得這個社會是怎樣發展 其實我們應該是最大聲 因為我們納稅又最多 那些人又會跟你說 如果不是當初不是我 你在那邊見錢 對的 但是你已經過去了 你已經過去了 現在應該是其實 我覺得有一個說法說得對的 有一個說法說得對的 我們現在投票太便宜了 其實我們應該投票是要付錢的 那如果沒有錢那些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無產階級的體力勞動 那你就去做運動 你在票站裏面做50下獎上壓 做到你才進去投票 現在 我又做不到運動 我又瘋了 好像我這樣又沒有錢 那你就算數 你算好這些數 你就進去投票 你起碼要有一件事 又或者你放過口罩機器那裡 你放30個口罩進去投票 對的 對的 Billy這個想法 其實 都 識藤藍 流鼻 即是草鞋 可以正視到一個問題 就是 不是阿豬阿狗推他進去 他就可以投票 是 既然你 基本上你不能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自己去照顧自己 其實你對這個社會是毫無貢獻 其實你投票會影響到選舉結果 但是這個選舉結果其實不應該照顧你 是 我也是 如果你這樣說 一早就這樣 張超雄就慎早就沒辦法做 是啊 社福界 有很多人沒辦法做 趙交中 應該這樣說 這群人是需要被照顧的 但是他沒有資格去決定這個社會的走向 是 好法西斯 是啊 我今天看到李怡一篇文 是 自由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有兩個 平等和安全 幾法西斯 李怡 大家有看李怡就知道李怡不是一個法西斯 李怡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他這樣說是對的 昨天也是這樣說的 平等 你平等 因為你要平等 有很多本身大家可以擁有的東西 可能 詹斯邦是男人 是 詹斯邦是男人 但是現在 詹斯邦是不是男人的自由都沒有 就一定是女人和黑人 之前說過 bad life matter的話 我反對這個運動的自由都沒有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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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支持 我反對的話你就會吵架我 就是法西斯 你沒有不表態的自由 你不表態就當你反對 到底誰是法西斯呢 你說我歧視的話 你可以說我法西斯白人主義為上 但是你又吵架我 說我不支持你 到底誰是法西斯一點呢 你法西斯一點 因為黑人是弱勢 我覺得李怡說得對 第二就是安全 安全就是自由最大的敵人 其中一個 就是那些 管控你 簡單來說 你要去全民檢測 你要去全民檢疫 你就可能給了一些資料政府 還有你的 九一恐怖之後 去恐怖襲擊之後 他可以監控你的電話 電話 電郵 就已經是以安全之名 剝奪你的自由之實 所以李怡說了這兩件事 就是自由最大的 影響 是 但是過了一天 阿網說Happy Party Birthday Party Birthday Party Birthday Party Happy Party Birthday Party 是很Happy的 這次泛民搞民調的話 我們要他們樓梯 哈哈哈哈 又是呀 這次泛民 等一下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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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個選總統 過了一天之後 就開始 阿特朗普的形勢 越來越不樂觀 因為一夜之間 我睡前 其實我都看到他有些州份都在贏 是 但是一夜之間 一起來 他領先的州份 就全部都消失了 其中有一個圖 為什麼有這個圖 其實拜登其中有一段時間 厲害 是厲害 他是在一段時間 在什麼州 我不記得了 麥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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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除了麥芝根 還有內華達州 不是這個 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州 大家看到了 這個藍線 突然直線飆了 直線 有十三萬票 十三萬票 只有拜登 但是你很奇怪 沒有Donald Trump 算了 另外有四個人 Kylie West也沒有 誰都沒有 是 而且這個不合理 你見整個選舉的過程 都是這麼拉矩 在1%之內 你突然走十幾萬出來 這十幾萬人應該是地下組織 他們躲起來 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聽其他節目有解釋過這個情況 是有機票 當然他很理性去分析 不會用陰謀論的方向去分析 譬如說當一個陣仔 先不要說是否是郵寄票 是 當一個陣 那個陣則是偏向民主黨的陣 那陣可以當有十萬人 這十萬人是很團結的 很支持民主黨 十萬票投入民主黨 是有這個可能性 開票時間 剛好這個時間 只有開這個陣 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 但他說其實這個情況很少 真的很少有 很有可能才有 他說如果一票都沒有其他候選人 他說這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算當這個陣陣困結也好 一定會有一兩個不能聽話 剛剛做選民 你不要說這裡是美國 就算這裡是福州 我也不相信 所以這個可能性是極低的 你在香港 你說這裡是大埔我也不相信 就是 你在香港 你跟我說 你在水泉澳村突然走一堆 民建聯票出來 也不可能 十萬人 水泉澳村就是十萬人 也不可能 因為你這個比例 你不會一票也沒有 如果真的存在這個情況 這個是一個地下組織 你跟我說是一個什麼村 什麼陣 怎麼浪費氣 他就說是郵寄票 一郵寄票開始 之後就 開始 拜登就 含含聲 其實 之前 星期四日晚上 是不是 特朗普就宣稱 要停止點票 最初我不太明白 一個做法 是為什麼要停止點票 但是後來呢 後來他解釋完之後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他的策略是怎樣 我有解釋到嗎 你有的 你有的 你有說的 我有問過 我有問過 有什麼 他回答過什麼 他回答過什麼 要找回我 幾日前 什麼事啊 他在哪裡說 然後我又看其他項目 有說過 特朗普這樣 其實他不是停止點票 之前有說法 不是停止點票 是停止再給郵寄票 即過了期的郵寄票 算到選票上 因為有些 賓夕法尼亞州很厲害 他的法院裁定 過了11月3日的3至9天的選票都算 過幾個選票都算 你沒有一個關門時間投票 其實很愚蠢 所以我覺得奇怪 譬如當他每個州政府的選舉 自由時間又不同 華盛州是23個 所以我覺得 雖然說美國是民主大國 這個選舉這麼多年來 都持之以行 大家都覺得是最民主的選舉之一 但到今年好像看到一些流弊 尤其是郵寄選票 我覺得就算你每個聯邦政府 是有不同的政策也好 但在就投票這一點 我覺得是要統一一點 尤其是你的截止投票日 最簡單的 你真是為了公平起見 為了知道 未來不會有什麼爭拗 或者有些法律訴訟的事情 真的要統一 這件事真的要統一 不是說你自由到這樣 自由到沒有哪屆 可能說 為何之前沒有這個紛爭 因為之前沒有什麼紛爭 可能之前沒有那麼緊張 選擇 沒有那麼拉腳 選擇 今年就是這些納幣 不要說什麼納幣 有些納幣就出來了 原來我說很多因為提前票 即是郵寄 因為今年有9000多萬個提前票 即是郵寄 9000多萬個郵寄 佔一半 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一半 他1億9000萬選民 差不多一半 哇 突然間有 嘩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你這樣算不到 其實你不知道他有多少 如果你要做手腳 其實真的可以做到你贏為止 所以你說選之前 Donald Trump為什麼這麼反對 這個郵寄選票 我覺得他真的擔心這件事 他擔心他不是輸給選民 他輸給時間 輸給制度 輸給制度 輸給有可能會製造選舉舞弊的事情 也有些人說 阿爺阿媽竟然投票給拜登 以後都不會掃他沒有 以後都不會去拜祭她 朱利亞里 以前的紐約市長 朱利亞里說 原來那個 Will Smith的阿爺 都被人 他死了兩年了 Will Smith的阿爺也被投票 你找回你那天有个人帮美国大选澄清那条弹散 美国大选澄清 说一些刚才说的那张图 我不知道真还是假 有些报道说计算的系统错了 说他之后已经改了 有这样说 另外我觉得是一个很难搞的事情 在这个选举过程中 在那几天里面太多新闻 是的 你都不知道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就是你自己消化 但我觉得他这个说法 其实我不接受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哪可能出错 这些不能错 他说打多了一个零 没可能错 你再打多四个零 你可能入了13万票 再打多四个零 再打多五个零 今天之后 你说一下舞弊 今天也有很多新闻 有六千票在密切珍州 五投给 本来是共和党 但入了去 拜登 是的 但是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 全国家里面有三十个州都用 更加有传闻 这个软件的公司 其实是 有说就是佩洛西的老公 但是之后 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佩洛西以前的首席助理 那就不知道了 印券选票的人 就是印券券选票的公司 就是奥巴马基金做大股东 是 即是很多 你看到很多这样的留言飞语 其实 和我们香港的选举 时候 有选举舞弊的讲法 都是謠言滿天飛的 但其實你在美國 我真的很匪夷所思 所以不是說民主也未必是一個好東西 是一些人 又有這些片 說點票的人在填東西 因為他有說法 為什麼要填呢 因為這張票其實是一個電子票 你要填類似的巴谷 他就會知道你投票的意向 但當你填可能有些問題 他就會幫你補回那個選項 不知道真是假的 我也是聽回來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些不應該當廢票就算了嗎 對呀 你說廢票呢 為什麼我吸一個吊字你也當我廢票 難道你真的確認我 究竟他在吸一個誰 你還沒吸一個吊字 我有做過監票員 我有幫黃楊達做過監票員 他會拿出來給你看 你死火你不說這個好弟弟 他現在就這樣說 難怪我輸了 神經病 我賺一張票 你怎樣賺一張點票啊 他會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這張當廢票 大家同不同意 如果你是那個支持者 你會驗屍驗嗎 我不是啊 我覺得他吸得很好 差一點 那個選舉主任會評估 他覺得這張票的意向不明 問你們同不同意 如果不同意的話 就會喊死的了 可能是咬幾個小時 咬這張票的 這個張坤洋 張坤洋澄清 張坤洋澄清 你說他什麼 不是的 我始終我覺得那兩件事 就是因為你的資訊有太多 你也分辨不到 就算你是張坤洋 你去告訴我 你不要說張坤洋 你是Joe Biden跟我說的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你 甚至乎有些郵局職員把票倒進垃圾桶 有片的 但不是的 那條片是幾年前的 即是幾年前已經扔掉了 我方今年 幾年前已經做定了 張坤洋就說慎防資訊陷阱 澄清三個有關美國大選的說法 就說有一個地方超過100%投票率 其實這個是Fox做出來的查證 他就說不是數據錯誤 其實之前已經投票了 然後他會有更多人登記做選民 之後才會出現超過100% 然後他就說很多人大甘不壞 其實沒有理由超過100% 他就說美國有一個組織9月報告 超過350個郡都出現了選民登記數目 超過了合法選民的總體數 差別之大更超出180萬 因此那個組織就要求政府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行政又欠缺效率 所以有很多幽靈選民 那就是沒有錯了 那你成什麼稱呢 因為證明超過100%是對的 他就說是超過100% 他就說是否一定會選舉不公平呢 事實上美國沒有劃一的住戶制 所以真正的居民數目和登記做選民的比例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因為美國太自由了 基本上只要你是美國公民 在某一個地方有一個住址證明就可以投票 他就說是主旨證明 但是如果你有駕駛執照 就不需要主旨證明 所以有很多人就可以去投票了 所以才會出現有人可以在同一世界不同州投票 之後政府又欠缺監管 所以投票人數超越選民數目絕對不出為期 他這個說法就比較合理一點 譬如說可能我當 合理不代表是對的 我也是看其他文章去做分析 譬如說我當三個州 這三個州就是美國 我們三個都分別在三個州不同地方住過 我三個州都登記過做選民 所以你有三票 不是 都是只有一票 我今年就在這個州留票 我沒有在其他兩個州投票 我只是在這個州投票 換言之這個州的選票就有可能超過100% 我不知道這個理解有沒有錯 我想跟他都差不多 另外一個州就比較低 你要超過100% 其實是不是等同於我這個州 我整個州都出實來投票 地方啦 其實他也是這樣說的 是有地方的投票 地方啦 就是剛才說的 一個郡 或者一個城市 一個郡仔 一個郡仔 100% 105% 要投票 對呀要投票 所以再合理一點的推斷 就是Will Smith的爺爺真的投票 我這裡有說 有個別州份出現死人票 其實之前都試過 是盜用死人的身份 因為他沒有查證 是 總之你有地址就可以投票 你投了票的時候 你投了票的時候 我相信他不會核實 嗯 免得 免得 你這麼多票 一億票 怎麼核實 所以他會有的 在過去八年 就佔了所有的投票率 是0.0003% 所以是用死人投票 不是新鮮事 就是以前都有的 我也不知道他澄清了什麼 他澄清了什麼 就是他確認了這個選舉是舞弊 確認了真的有優零選票 這個他就說拜登為何無端有13萬票 100%投他 其實就是守文之誤 謝謝 誰的手 拜登的手 或者Donald Trump的手 所以我剛才說過 這些錯誤 這些守文之誤 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國際戰線的張崑陽 澄清得相當有理據 謝謝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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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你有什麼 澄清了等於沒有澄清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當你真是很用心打國際戰線 尋求外國的奧援 但是在美國大選這件事上面 你可以緊張 你可以去 我們都緊張的 你可以自己去分析 但是你不需要澄清 不用代他澄清 澄清那個不是你 澄清那個不是你 澄清那個是可能參選人也好 或者州政府聯邦政府 白宮才是澄清的 因為這個狀態 其實我們應該很熟悉的 我們四年前就遇過了 是不是四年前 上次宣雞幾時 16年 那天我在沖浪 我在搜尋 這個節目做了多久 因為我在跟別人說 12年開始 我差不多10年投票沒有贏過 我在沖浪 做了多久 我投了兩次 三次還是四次 三次 我在想 我投了三次立法會 還是 不是 應該不明白 今年 對 今年沒得投 兩次 本來是三次 本來是三次 我在想 對 今年沒得投 如果幾天補選就三次 你們兩個沒得投 我沒得投 因為我剛剛講到美國大選 他一開始就跟我說 之前很久 又是問誰贏 我說我們沒得投 沒所謂 隨便 你心目中理想 哪有用 當然是Donald Trump 當然是Donald Trump 你連別的地方都沒贏過 對 下次你可以留意一下 印尼總選總統 菲律賓選總統 你留意一下 下次你還是不要發聲 假裝不要關心 好嗎 他就問我 不是啊 區議會你選你有贏 我區議會選擇 我投白標 對 對 你以為一次可以贏的時候 我都錯過了 我比你更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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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威風 然後有人問 超級區議會的唐俊宇 我超級區議會都得白標 我都是白標 我也100% 我輸 梁天琦那次我輸了 什麼陳雲你也輸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投中衡 我投中衡